欢迎回到Tnews联播网 台中大肚清洁队单月平均会收到两顿的废轮胎 因此他们发挥创意把它叠起来 做成了沙发还有小茶几 喷上了黄蓝漆 打造了一处小小冰同去修行原地 另外还将扫把柄做成了音乐风铃 聆听大自然的音乐 解除清洁队员一天的疲惫 竹筒轻轻摆荡 奏出疗愈的旋律 这可是用扫把柄制作的音乐风铃 大肚清洁队利用园区空地 打造了一座环保修器小花园 我们在做绿圆画质记 这请我们扫路班同仁大约十几位 大家发挥创意 就是利用回收可以再利用的物品 来做一些不同的文创小物 来点缀我们的修器小园地 杂草丛生的空地整理后焕然一新 结合园区林木枉域的特色 收集塑胶瓶组装裁切成小猪盆栽 还结合废树枝干做成大甲重等装饰 耗时两个月完成 将原本要丢弃的废弃物变身成装置艺术 民中不要的一些废材 比如说假花的或什么的 或者一些塑胶瓶 我们会把它做切割 做一些东西这样子 对然后灯泡的话 我们会把它做装饰的一种 而最吸睛的旧属这里 以三颗垃圾车的废漆大轮胎 叠成一个茶几 里面放些娃娃装饰 一旁还摆了三张单人沙发 弹性佳坐在上面意外的舒适 喷上黄蓝漆 就成了小小兵专属座位区 因为那轮胎 我们一个月的收集量 差不多到一到两顿左右 我们就是 我有上网就是看那个影片 人家有用轮胎下去坐椅子 然后或是坐一些就是 就是造景 然后我们就是学习它 然后下去坐椅子 然后让同仁在这边 休息的时候可以乘坐 蛮不错的 然后而且这边那个太阳 也不会说照射的很那个很强 所以蛮舒服的蛮凉的 小小兵坐在椅子上 深情对望谈恋爱 让清洁队充满童趣 成为环保的最佳示范 再配合 爬 鱼 装 下 Tyler 下 红